东京街头冷冷清清 进入准紧急事态宣言后 闹区色谷晚上外出人数 和前一周相比大幅下降25% 业者苦不堪言 日本疫情几乎全面失控 21号全国超过4.9万人染疫 连续四天突破新高 国内重症患者也增加117人 大阪、北海道等八个府县 也纷纷创下单日染疫人数记录 眼看情况不对 向中央提出进入准紧急事态要求 从1月开始 冲绳、山口和广岛线 是第一波进入准紧急事态的地区 21号东京都在内13个都县相近跟进 如果大阪府以及其他7个地区 紧缩防疫的请求被中央批准 代表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 将有一半以上的地区 进入准紧急事态宣言 当局表示最快将在25号决定是否同意 扩大适用地区 只是经济学家也预估 这波疫情可能将使国内GDP减少约365亿台币 7000人恐将因此失业 带来新闻这条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